天災年年,我们除了祝福受难中的灾民能够早日脱陷之外 从中我们又学习到些什么呢? 《道通天地》一年两集日本东北地震特辑 我们会先从大道无情之中,请来地质学家去探讨一下 为什么2011年会有这么多次大规模的地震 也会有道家学者跟我们一起谈一下 人类面对天災的时候,是否只可以坐以待毙呢? 而在天災的启示当中,就会有道教文化学者和坑渝学家 和大家一起分析下世界末日的传闻 无线收费电视,53频道,《道通天地》